大家好,我是Paul 我今天是要介紹這個惠物意化小幫手的工具 其實很多人在看待這個demo的時候會有疑問 它是不是很像GPS? 這邊有的是玩demo,大家要需要的使用的話 都可以直接掃這個QR code來做 其實AI聊天畫面很大一部分是需要學會 所謂的Thom Adinary 才會知道是指定要怎麼下 所以我們在這個instruction 還有我們上網裡面有多數設計 那我們也需要知道說這些retrival file 它到底要上傳一些資料 比如說內政部 它有一大堆的法規照要下去上傳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 它很多時候是有所謂的檔案和量限制 還有數量限制 所以我們也需要花時間來去處理 還有所謂GPT code 它其實很容易在一個小前面有很多障礙 因此我們有設計了一些簡單的Chrome Engineering 然後有把這些檔案retrival都弄好 那我們也有把這些檔案加縮、數量也弄好 而且API最棒的地方就是 它基本上是能上限 那我來示範一下為什麼 是需要Chrome Engineering這件事情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demo 我明明就已經把retrival file給上門上去了 但偏偏他AI還是跟我講說 他找不到指示章怎麼放在哪裡 就是一個很讓人困惑的地方 所以為什麼需要是其中一個 那另外一個是我這邊在問他說 把我安排的會議時間 前面看起來很正常 它會出現韓文 就是完全不知道為什麼 我明明都給它下要有一個中文的回應 但它還出現一個預期外的回應 所以我們目前做出來的幾個demo部分 有三個這個功能 那第一個部分 我就先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目前demo的一個版本 是可以來去簡單問問 然後就問他說 欸嗯 2023年因為那時候的連假怎麼出來 把鍋上才能吃掉 那我請他說幫我安排一下我們的會議 那我這邊就隨便弄了一個 G&B協會 就是模擬 那這邊就可以看到 他已經把所有那一年的連假都排除掉 那他也把整個會議的時間 安排在一個會合裡 然後也不會太近的時間 你可以看到他避開了228和平經驗日 然後端午節國慶日 那他可以盡可能的方便的 讓我們NGO的夥伴 他可以輕鬆的來去安排這些會議流程 那也可以比較輕鬆的來去跟我們 其他理事人和約時間 那一個很重要的是我們會議前 其實是有很多代辦事項要去做的 那能不能輕鬆一點的做到這件事情 那同樣的我們打開這個界面 那我們來去問說 這個會議員他有300個 那如果我現在會議大會要做一些事情 那我的比例要怎麼抓 比如說可能有2%啊 有半啊 不知道幹的組織當成怎麼寫啊 所以同樣的 我們一樣上盤組織當成 然後詢問AI 那看他的回應是什麼 好 OK 他把它算出來 因為我這個模擬的組織當成裡面 他是1分之1的 所以他就是算150個人 那有很多的scenario 好那我們先來看 那我現在希望說我們抓一個時間 今天5月12號我要辦會的大會 哪一個事情要做 那就一樣 讓AI來去想 那他現在去找retrieval的file 那OK 我們看到了 他把它return一個決定file 那一樣有due date 然後有所有事情 會議通知 要去規劃議程內容 準備會議器材 安排的會議 這全部都不是我在事前塞給他的 我沒有給他一個模板 所以他就是按照內政部 還有組織當成那些內容 來去return出了這幾個 所有會議之前要做的事情 好那一個很重要的是 大家都不喜歡寫公文 至少我不喜歡寫公文 那我就是想說 我要發一個公文通知 那這協會要更換一個理事 那能不能幫我 有一個公文的討告 那老樣子 把我們的組織當成上去 然後讓他跑一下 那你就看出來 立稿就出來了 你就把裡面的一些內容 給抽換掉 那把很輕鬆的 你就把一個公文給弄出來 然後我們希望是接下來 可以有做一些調整 讓他可以製造變成 我覺得大家可以很輕鬆使用的 合適 所以目前兩類人 是最適合使用這個版本的工具 他就是已經有一年的會晤經驗 那他可以把時間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面 那另外一個是 我們很多的一些職員 他其實很多經驗 但是他對於新的法規 修訂沒有規定手機 那他可以精準的 那他定位到哪一些地方 有針對規定 他可以去看 那重複使用性呢 我們是預期說 可以導入AI的專頁都很適合 像先前GINV 他有一個專頁分類帽 那其實把這些retrieval file 還有我們的promp來調整一下 那另外的是join plus 那我們有關線上討論意見 還有引導討論部分 其實也是老樣的retrieval file 然後promp就改了 OK 接下來要做的部分 就是公文 就是要不要改題 那大家喜歡嗎 我會說 就是很多行政機關或承辦人 他可能比較prefer 那另外一個是 這些聊天紀錄 因為目前我們後段還沒刻出來 那我們也需要有一個驗證機器 安全的組成大家的資料 所以另外一個是 我們還希望說 到底能不能把同一個類別的一些對話 他把它merge 成同一個對話系列 比如說今天都是在辦 下一次的會員大會 所以我們拿它把它合併起來 但現在有一個問題 我們其實發現 Token的用量很大 那我們是沒有辦法 用工程的解決方案 讓一個總機把它轉接成 專門處理個別工程的TBG 那它的表現也會相對好 它生成的Curry的品質 也會有一個全能 什麼都辦得到的訓練 可以做得更棒 那大半事項 也是一個 我希望可以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生成出 一個可用的2days 那到期的日 所以一樣就是日期 還有我們的calendar app把它轉進去 那這個比較難一點 就是到底怎麼樣的一些項目 他要把它弄進一個dashboard 可以讓這些會務的行政員 可以輕鬆的來去知道說 OK 現在到底會務的情況是怎麼樣 所以這些工具它的目的就是 因為我們以前也當過協會的秘書 那大家也很清楚 工藝組織它不管怎麼樣 它都是很缺乏提供的 也缺乏人力 那我們希望可以讓數位工具 來為這些工藝組織 那目前來說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 有很多人是 有一些工藝組織的一些 服務經驗 那很希望大家 就是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待會還會收出它的QR Code 那大家可以試玩看看 那有什麼經驗 或是一些想法都歡迎V代表 謝謝大家 那我就先發問 現在我就是NPO代表 那個我想許願 其實比較想許願 我覺得確實 剛開始開發出這樣的功能之後 確實對於基礎的日常的會務 開始可以提供一些幫助 但有沒有可能往兩個方向延伸 第一個是 在籌備成立NGO的前期的那個 譬如說我需要有30個發起人 然後我要一籌二籌 什麼之類的 那些東西能不能也開始放進去 讓大家從數一個NPO開始 就有這一套輔助的系統可以幫忙 我覺得功能會蠻好的 這幫助會蠻大的 然後第二個希望可以延伸的 還是在財務的部分 其實老實說召集會議 對會務人員來說是有點煩 但是其實不會占掉很多時間 但是前預決算表 可能才是很多人的痛 就是痛點了 就是可能不知道自己有沒有編錯 然後不知道怎麼編才是符合格式的 我不太確定這個部分 有沒有可能也在接下來的這個 開發裡面可以往下延伸去做 預決算的 譬如說交錯啦 或者是說提供一些格式 或者是說比較符合 就是現在的NGO所需要的 這些預決算的表格 大概我先回應到這裏 這個開發案 就每個人可能都很想用 然後就是要安排會議等等 那針對非營利 我覺得當然有一個特殊性 就是這些文書的工作 可能原本是技工 或者是需要這個工作的人在嘗試 他剛剛也在排幾項 就我跟GPT是沒有到很熟 但我印象中GPT好像很快會算數 所以就是這件事情 要怎麼處理 因為像剛才提到 財務很低的更多 我本來以為是會好問 不好意思 那我就先照柳老師的問題來去回答 那日常的會務的確是蠻簡單的 那現在就是我自己已經做這個工具 就是因為我跟一些GPT的夥伴 比如說還有一些外面的社群夥伴 我們要成立一個個人資料防護 相關的機會 所以其實從今天開始 我們也會用這個工具 來重新同步 再做籌備協會成立的一些功能 所以會跟著這個專案一起轉到 那另外一個有關財務的部分 其實這也是我們先前在 在諮詢我們的臨時兼備的時候 那個台灣社區協力農業協會的陳建材局市長 他那時候也有提出 其實在武漢會計方面其實是很有很大的一個需求 但是因為這一部分就牽涉到當代TDIO 就是目前大型原模型 它其實有很多不穩定的部分 那它在一些算數的部分 最近年初的時候有一半其實我改的比較好 但是就還需要一些時間來去做測試 這樣子來確保它一定是算出的東西是正確的 保證無誤的 因為像剛剛大家如果掃Demo看到的話 其實上面也是有情語說 它的回應絕對不是百分之百正確 就是如果有在玩LM的人一定都會碰到 多多少少它不可能是對的 好那這個部分 那我還有講到說 排體教育部分 其實我很同意老師的講法 就是說目前現在這些比較基礎的一些業務 它其實很多時候是需要一些志工 或者說一些比較基礎的一些人力來去主力 但是如果說這些人力 它可以被釋放過去 其實是可以讓這些 如果以我自己 就是說我去想像那個協會的情境 或許它是可以去發展一些不同的計畫 不同的專案 甚至它可以有機會來去往說 比如說它可以去募款 像現在講的有一些電力組織 或是機構他們是會有一些志工 它會在路上來去跟一些民眾 去分享他們的理念 來去溝通說他們為什麼協會要做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如果可以有更多的資源 不用被綁在一些可能戒嚴以前 它就已經有的 戒嚴以前它就已經有的一些奇怪的 規範NPO和NGO的規定的話 那我覺得有更多有意義的事情 其實還是讓我們這群組合夥伴 就往下的這個部分 它要怎麼樣形成一個 社群可以參與一起來往下推展架構 就是說作為一個社群專案的話 就這一塊有沒有什麼想法 一個是你會隨著自己要成立一個集結會來去發展 那還有沒有更多的社群擴大想像 那如果沒有的話我就回答一下 當然就是畢竟GinV它是一個 就是以公益科技作為基礎的一個社群 很大一部分 那當然就是最重要 就是如果大家現在少這個demo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點到我句號配置 你直接發PR 發call request 應該是最簡單 你可以幫忙 就是這個專案一起長大 那因為我自己也是 就是馬連鎖的學生而已 所以我就是寫出這個也蠻困難的 那就是 所以如果有很多就是專門的developer 就是funkend 或是deckend 就是願意一起幫忙 那發一下PR 那都很歡迎 那就是 所以 這是最主要的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是 像目前有一些臨時宣備 像那個 有this factory 的Pay 還有剛才我講到的 曾經在一起的市長 他們其實都是很長期在參與我們的 NPO和NGO的工作室 那其實他們也有認識很多 第一個專業的朋友 都還深陷在我們 我們非營地組織行政作業的一個 一個提到當中 那我們就是希望說 這些夥伴他們其實也有在幫忙 安排說 來去做一些使用者訪台 來去了解一下這些流程 應該有怎麼樣進行 才能最符合我們行政理由 甚至是 我們能夠 接下來目前在計畫書裡面 還有講到其中一個 我剛才有提到的 就是 我們能夠把一些政府案的申請 來讓它自動化的 相對快的 來去產出一個 可以符合我們行政理官 他想要的計畫書 就是補助計畫案的申請書 甚至是健安報告 但是這些都需要很多的夥伴 來進行做私人來做幫忙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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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